因為知道去哪邊訓練不是一個 就是你隨隨便便就可以說 你去哪邊訓練就可以訓練的 所以我覺得說有這個機會 如果你不把握還等到什麼時候 一開始是覺得說我要去日本 我覺得我很幸運 我就是很期待自己要去日本這樣子 可是當我當時知道自己要去日本的時候 其實我有點就是有點害怕 就是帶著有點害怕 但是有一點未知數 因為你不知道你在那邊 可是你聽國內的老師或是一些學生 在講說可能怎麼樣怎麼樣 就是會講一些比較負面的東西 可是你聽了你當然會比較緊張跟害怕 那你去的時候 我覺得我自己體會到的是不一樣 我自己體會到的是不一樣 因為其實沒有自己親身經歷過一段 別人講什麼其實都不是最正確的 你要自己去經歷過 你要自己去體驗過 去領悟你才知道說 你學的這些東西是對你有幫助的 我覺得現在的樓道已經不會是就是 待在自己國家訓練就可以變強的一個運動了 現在都是國際化 大家都是自己就是出去外面國際賽這樣子去訓練 去訓練 去訓練 去國際賽的時候順便去參加訓練裡 然後去跟國外的選手做訓練 對 或者是自己國家然後到外面去做訓練這樣子 所以這樣你才能學到更多東西啊 就是因為很多全世界的樓道的心態都不太一樣 然後你要在國際上要面對這些全世界的選手 你就必須要去適應這些摔拔 這些模式 所以不是說你關起來練習就一定會變強 心態吧 就是自己選手的心態 其實樓道這項運動其實在哪裡練習 我覺得都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 主要是你自己的一個心態 你有沒有想要成長 你有沒有想要進步 不是說哪一個方法就一定是最好 其實不是說哪一個方法 都是他們一個人 我不一定是這個方法適合每一個了 那你自己要找出一個 你適合你自己的方式 然後你願意去投入 願意去思考 你要怎麼成長這樣子 我 我覺得嗎 就是我覺得我成長成這樣 是因為我到國外去 然後去看到別人就是訓練 然後 因為自己有一個人在那邊 就是訓練的時候 就會想學更多 因為知道去哪邊訓練不是一個 就是 隨隨隨便便就可以說 你要去哪邊訓練就可以訓練 所以我覺得說 有這個機會如果你不把握 還要等到什麼時候 而且你說不定 我也在這 就是下一次的機會 所以就看到很多睡到很多 然後把它套用在自己身上 然後去面對生活啊訓練這些 其實有一點就是在跟自己比賽的感覺 我覺得就是最大的對手還是在自己 因為你其實你已經知道說你的程度其實 不是只有在台灣了 你的目標都是在國外 那你面對這些就是國內的選手 就是自己的心一定要強大起來 就是你要站得住腳 因為樓道這項運動 不是說你很強就永遠都會很強 就是你在一個瞬間你沒有注意 你可能就輸掉這場比賽 所以你就是 在平常生活 就是非常就是需要具備自律這一塊 對 你在比賽上你就會 我就覺得一定沒問題 對 對